我觉得我们的恋爱谈下去没有意义了 在一个城市愣是让他过出了异地恋的感觉 我最近确实有点忙 实在是没时间陪他 他天天闲得没事 总以为我跟他一样 当初在学校的时候 感觉他也就是情商低 但是天天在一块 我觉得他对我还挺好的 可是现在这完全就是态度问题了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天天腻在一起 我觉得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应该有彼此的空间 去做属于自己的事情 这都是借口 如果不走心了就别拖着了 给我们 男嘉宾小陈23岁来自河北学生 女嘉宾小季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吗 是同学 一个专业吗 不是 不是啊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他 是同级吗 我比他大一届 是哥啊 对 怎么发现师妹的 就是学校有一次组织微信公众号活动 微信公众号活动 对就是编辑那种活动 然后为他大一届 然后在工作上就比较照顾帮助他一点 然后因为比他了解学校一点嘛 我就发现那小姑娘还挺漂亮的 然后人也挺温柔 然后我就追了他一段时间 他也觉得我挺好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块了 在一块有多久了 一年多了吧 一年多了 今儿为什么来呀 是我想来的 因为我觉得我都快受不了他了 就是我觉得他对我特别不用心 我们现在在一个城市嘛 硬生生让他给过成了异地恋爱的感觉 我觉得哪有这样谈恋爱的呀 不是 你们在哪个城市 我们在宝定 就读书 是吧 一个学校 对 然后他大肆实习现在 然后他找了一个实习工作 在哪儿实习 就在宝定市 然后我就 对 然后我暑假就特意为了陪他嘛 我就想跟他在一块 然后我就别留在宝定了 然后我就想着 这样就能在一块时间多一点了 但是谁哪儿成乡 人家根本也不给我这机会 一个月根本找不着人家人 同城异地恋 可不 干嘛去了 那我不是刚找着工作嘛 我为了输去业务 我平常驾个班什么的 然后就找他的时间可能少一点 然后他就觉得我特别不用心 我就感觉我没有不用心 我可能就是平时工作忙一点 没有去搭理他而已 宝定很大嘛 不大呗 我就觉得他特别不用心 为什么 因为我俩离的 你说宝定一共那么大点 顶多坐公交车一个小时就能到了 那他但凡对我上点心 也能抽出个晚上 然后实在不行对吧 也能去看我一趟呀 然后完了人家根本就没有